TVB联同星空卫视合力打造的 全新偶像选手节目《亚洲超声团》 集结65位来自内地、香港、澳门、台湾、日本 和韩国等地的联集生 日前公开官方照可见 有9位香港选手 包括5名TVB艺员丁智朗、闪正峰、黄奕斌、 文佐康、黄星卓 以及余中瑶、欧柏豪 和鸿恩姨子张浩廉 主公拍剧和主持的丁智朗 虽然报名时已经25岁 是日围练习生中年纪最大的一位 但他也勇于接受挑战 那天还延伸录音室 跟吴叶昆学唱歌 努力装备自己 为什么这次你会参加这个比赛呢 因为我觉得自己也有舞台的梦想 所以我是参赛者中最年纪大的人 亦是规范最大的人 我觉得如果再不参加 半年之后都可能参加不了 所以就趁着自己还叫小小丁丁的青春 就去试试参加不同的比赛 因为对上一次比赛你应该都是想当年 对啊 香港先生 对啊 香港先生的时候 对啊 现在已经变成最老的 那时候是最小的 对啊 我跟朋友说我参加比赛 他问是否中年好声音 没够不没够 就是说差不多了 不然如果你只有五十岁的名字 就应该很久 对啊 对啊 为主在节目中呈现好表现 定定到争取时间向坤哥取经 累積了不少参赛经验的坤哥 然后大方分享他的小心得 我觉得不要当它是比赛 嗯 因为你一比赛你就觉得 那些人就会像是要 要收尾的 然后唱歌最重要是不要收尾的 嗯 对啊 所以刚才你说过那些 很刻意的那些东西 就一定要不会有 撕掉了 对啊 就算你唱一首很简单的歌 你用最真挚的唱法 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就是你没有可能一百分的嘛 嗯 就算是任何时候 但是你的感情是一百分就OK了 是 感情方面的演绎 流露出來是豐不豐富的 對 你的感情狀況也不錯 如果唱一些EDM rap的歌就不知道 我就沒有rap的經驗 普通唱情歌呢? 你會不會都是那些 我覺得唱情歌是比較容易處理的 因為情歌始終的節奏比較慢 多一點時間讓我去想 我自己聽回自己的音準 如果發歌的話很容易 手音自己都不覺得 所以我覺得 對我學習來說 唱情歌普遍上是比較容易的 對我來說 除了加強自身的聲樂條件之外 丁丁也為今節的節目做足功課 對競爭對手的實力療如指掌 非常強勁,真的不得了 真的有韓國各大娛樂公司的訓練生 有日本,有上海,有北京 然後要當代表你 你不可以協助我,還要最大年紀 不是,還有一個問題是 你是他老師嗎? 不是,他真的 輸了 不是,輸了 不要緊 因為他是初歌 你先給他10堂、20堂的時間 但是沒有掌他人志氣 對,我也覺得不害怕 你一定有信心的,知道嗎 對,我也覺得 因為我沒有東西輸 我已經是最低的那個 所以現在唯一的目標就是向前和上走 因為低處已經是起點 對,還有比賽最重要的 我覺得就是不要有一個僥倖的心態 我是可以的,我才去比賽 我不是… 行不行,評判可憐一下我 就是不可以有這樣的心態 你是… 適當的自信是必須的 嗯 你行不行?丁志朗 他有點羊 很羊 你的氣要撈撈撈 3、5、1,我先說 對,對,對 我花很主緣 她不能 Ka Deutsche 別由滅 對 對,對 對 farther muy浪cza 對,對 也沒有 要